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要声音能收进来就好 重视的是画面 舞美 灯光 化妆 服装 造型 对吧 那么为什么说从2012年开始他们重视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叫好声音 那个China Wars 对不对 当时我们做的时候呢 我们是拿着我们做演唱会的这个系统去做这个节目的 像这个level是我们要是一下拉高了 提高了以后呢 这些制作人包括导演包括导师们 特别是投资方 这些人通过他们觉得是什么呢 通过这个声音出来以后 给了观众的一些刺激 这些刺激里 他们反映出来给电视画面的这个感觉是原来他们完全没有过的 所以说他们才重视这件事情 哦 原来声音的好坏 或者是它的能量 或者它的整个的一个表现力 能帮助 能帮助他们原来的画面 这个他就重视了 所以说刚才你提到就是从2012年以后 我大家都有目共睹啊 从2012年以后 各个电视台在做这种音乐类的节目 歌唱类的这个节目所有的声音音响的那个系统的级别 全部都是演唱会的 过去去电视台 老师我们这调音台搁哪啊 搁哪啊 那那点不碍事 您搁那边去 二楼吧 二楼找个嘎角给你搁那去 对对对对 所以说自从我们做了中国好声音以后 最好的位置一定是调音台的位置 对对对 为什么我就灌输他们调音师他如果堵着个耳朵调 他能调什么音呢 对 他都听不好你能调好吗 对 他调不好观众能得到什么好的效果 所以说这都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环环相扣 对了 然后这个观众如果要是没感觉 这上边这乐队就 对你的画面感 因为你看好声音拍过很多观众区的画面 对对对 包括现在的这些 别的节目里头 对也有 就是没有这种刺激 自然的争感流露 就是关键的是自然的争感流露 我可以 我用了我自己很负责任的说 就是在中国目前音乐类的电视节目的录制 已经达到了一个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和国际 比肩的这么一个一类的视频 就是最近编的视频 包括金石谷对于每一个乐队的每一首歌的每一部分的细节的追求 这是让我汗颜的 就是作为后辈来讲我觉得前辈能够就是还能够保持这样一个态度 这是很过分 为什么选双12寸的 其实如果是按照这个投射距离来讲 咱们这也就二十多米 对也就二十多米 一般来讲如果是别的一些演出其实双8寸就够 但是我们这个是乐队夏天 它是一个乐队的节目 而且里面有很多的比较重的这种metal这类的音乐 所以它其实是要求生涯级比我们平时的录制要大的 对 我不知道金老师有没有注意 就是因为我看到您前面那放了一个生涯级的表 生涯级表 对有没有注意过大概峰值的时候有多大 就是峰值是平均生涯级103dBA 103dBA 对 如果C级权能到多少 114 我是觉得你首先作为乐队的这种大动态的乐队的这种录制的话 首先说你要作为PA系统 你一定要给不是说观众 包括大乐迷 包括乐评人舞台上的乐队 都得有一种给他们的感官上的刺激 他才会兴奋 否则的话他们就会很冷静的在现场待着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这么一个品牌 相对来说从 选择K2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从它的体积 体积来说 适合这个录影棚吊挂 如果太大的话从顶空的重量 承重来说也会有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K2它可以水平调角度 调角度 我们可以cover的一些我们不想让这个喇叭去的地方 去减少一些反射 不必要的反射 主要是做这个 咱们常规的调音箱都是从那个调架上 调架上 那么首先我们是一个在前点在架梗 后点是拉屁股 我们管这事叫pull back 对 这个其实也是 我看到的好像也是我跟金老师 我们最早从好声音上在国内开始这么用 其实在国际上人家用的很早就有 但是引入到国内我们当时也是心里很忐忑 那么做了一次实验那是还是挺成功的 就是相当于这种音乐类的这种现场的录制 它对画面它对声音要求很高的同时 它对画面要求也很高 所以我们喇叭被迫就掉的比较高 掉的比较高 常规的那个掉在前两个点就做不到这个低头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pull back 我这次特意上舞台听了一下主喇叭背后的频率 惊讶了 惊讶了 真的是惊讶了 这我觉得就你刚才一说 因为我不知道有那个转角的那种 你一说我马上就理解了 是不是为什么 就是舞台上的频率之干净 就让我完全出乎我的意外 我也是干这么多年现场在无论是演唱会 还要干嘛也好 但是舞台上做的这么干净 尤其是包括低音的分布 低频的分布 简直是出乎意料 其实我想我先说一下这次我们 我们音箱的信号传说 对 是AVB 走的AVB 跟平时咱们比如说AES 或是Analog不一样 我们用的AVB 然后主的是AVB 然后用的是Analog做备份 那为什么要用AVB呢 因为我们常规的咱们比如说最常用的是AES 那么比如说你一串限帧列 一串限帧列你有12支 然后假设这个AVB我们就12支 12支你可能是6台功放 那你第一个AES信号进第一台功放 并连到第二台并连到第三四五六 其实虽然说有这个延迟量非常的微小 但是还是有 还是有 所以这个很微小的延迟量会影响 它的高频 非常大 低频没事 低频没事 因为高频的采样频率决定的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今年的比较特别的 其实我们就是是一个比较常规的那种调制手段 像我们先我们今年是用的那个Smart多点的测试 像我们是用了像这个演出我们是用了三个点去做测试 所以我们做了一套无线的整个一个系统 一个package一个系统 然后呢让多声道的测量就变得非常的快 非常的对 就主要是用了用了这一部分 特别的准 工作效率非常的高 是这样就是去年的话呢 我们整个的系统啊 都是一套 一张调音台来说 对于一个调音师啊 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去年的话 加上语言呀 加上桑切克加上 乐队演出部分 一个人的话 基本上就是完全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了 所以说今年呢 就是说把这个talking分开以后呢 就是说在talking的时候 乐队在备场的时候 我这张调音台就可以再做商切克 因为我们有很多资 乐队不停的在切换 他会有很多不同的状态 如果要是说出现一点点小的这个变化的话 你如果没有及时的发现的话 那在节目录资的时候就会出现大的问题 所以说在商切克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你必须在在talking的时候呢 在他们在备场的时候呢 我们要有一个充足的这个时间呀 有手段呀 来去检查这个每一个信号来信号员的问题 本身这个节目的性质呢 就就决定了 调音师这个位置的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 特别是PA这一块 因为他AB是两个人 可是PA只有一张 就我们所谓的那个之前的那个概念 他只有一张 一个人 一个人我要应对这么多乐队 这么大庞大的编制 和这么多通道的处理的情况下 包括乐队的切换场 包括的所有的调试 所有的中间环节的切换 这个已经占据这个人 特别大的一个经历了 对 所以他如果再分散这个注意力和精力 去去再承担另外一块工作的话 很容易出错 而且这个人的疲劳程度啊 包括他的紧张程度 整个这一天那个状态 就很容易出问题 PA这块今年主要是用的是SD7 但是语言那块又加了一张SD9 去年来说就用了一张SD7 但是对于去年因为就我一个人 然后又负责语言 又负责乐队的切换场 加Suncheck就面临了很多的压力 今年呢就是单独增加了一张SD9以后 把这边的压力就减少了很多 然后就会在工作上顺手一些 其实干的工作是一样的 我们A在演的时候呢 B开始有乐器的音响呢 还有所有的舞台道具都在切换 包括B演的时候 我们也在做这件事情 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来说是一样的 没有所谓的那种分工 做Monitor AB都是SD5 包括后边接了有大概 现在是两个接口箱 两个接口箱 然后还有对还有那个小博 皮股底下做的这个音箱 然后在舞台上 因为有的乐队呢 他们是那种比较老牌的 像赵赛 还有什么马赛克这种成军很多年的 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听地板音箱的这种 我们这么多年使用调音台来说 有很多很多品牌的调音台 但是Digical的调音台的它的布局啊 它的包括很多发送这个选择上来说啊 还是比较快捷的 因为对于现场调音来说 它就是一个要快 就是准确的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然后呢又能快速的去反应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的布局 页面的布局来说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比较逊少的 包括像VIVS它的健身线 我说我一按每一个通道一solo 这个VIVS就掉出了一个界面来说 这一点都很重要 它快 SD7它很强大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基本上已经快给用完了 VIVS已经全挂满了 然后通道上来说 这一次是用了230多个输入通道 之所以选择这个SD9呢 首先是 当然了是我熟悉 这是第一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 其实我们看它很小 其实它功能很强大 还有一个具体原因就是 因为如果你再使用那张大台子的话 我需要占很大的空间 一个是 节目组可能不太允许 因为你要放两张油 我需要占很大一片地方 这是一个原因之一 然后还有一个呢 因为本身语言系统呢 相对来讲不像乐队需要那么多通道 和那么多的那么大的处理能力 一个是保证我们所有节目录制效果的质量 还有一个大家这个 包括心态呀 包括你这个工作的状态呀 都会不一样 今年的话 把语言分出去以后 这张调音台就是主要是做乐队部分 然后在下边talking的时候呢 全部有SD9的一张调音台在工作 这张调音台呢就可以做三切个的部分 我可以检查每个通道的信号啊 一些这 如果发现有些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去处理 资源的使用上来说更更优化了一些 然后就是接口箱不需要那么多 会更加节省一些